荷兰、日本加入对华禁令 中共芯片恐怕难以翻身 法国媒体分析 北京寄希望群体免疫会超过百万死亡吗? 针对中国人 阿富汗一家酒店遭遇袭击 伊朗翻脸 中共外交部急忙灭火 中共否认中印边界冲突 指局势平稳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就在台积电进驻美国之际 中共芯片生产却再次面临沉重的打击 这次打击来自被美国成功游说的荷兰和日本 据知情人士对彭博社透露 日本和荷兰原则上是同意加入美国 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机的限制 专家表示 美国、日本、荷兰三国联手收紧出口 相当于对中共购买制造尖端芯片 所需要的设备能力的近乎全面的封锁 彭博社12号报道 荷兰和日本两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周之内宣布 他们将至少采取美国10月份推出的 全面限制对华芯片技术设备出口措施的一部分 以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销售 这一措施将涉及荷兰芯片制造公司 埃斯麦和日本东京电子公司 这个变化对中共方面来说 可谓是有点突如其来 因为仅仅在几天之前 陆媒还在制造舆论 宣传荷兰抵制美国限制光刻机对华出口的要求 说荷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并且还洋洋自得的摄问 荷兰光刻机巨头为什么有底气 向华盛顿说不 没想到噩耗却突然而至 而且打击还不仅是来自荷兰一方 日本也加入了行列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表示 美国已经和包括日本、荷兰在内的合作伙伴 进行了对话 但对与日本和荷兰可能达成的协议时 沙利文三肩七口 说不会提前宣布任何的消息 但是他们之间正在进行坦诚实质和激烈的讨论 他说这些国家和美国有共同的担忧 并且希望在推进过程当中看到广泛一致性 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中方对此明显的是慌了手脚 中共方面表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仲裁 因为美方的制裁限制威胁到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 彭博社报道 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已经同意了加入美国的行列 限制对中国出口制造先进晶片所需要的各种高科技控制机台 消息人士还透露 两国最快可能在几周之内宣布 并且至少跟进美国10月份提出的制裁行动的部分作施 日本和荷兰两个国家加入之后 制裁阵容纳入了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的光客机具专业制造商艾斯麦才是发挥作用的关键 因为这五家公司既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前五大设备制造商 市场占有率更是超过了七成以上 伯恩斯坦分析师拉斯根表示 中共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立一个高科技的产业 报道说 美国、日本、荷兰联手收紧对中共的芯片相关出口 中共在芯片上没有机会打造芯片领先产业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谈谈大陆的疫情 法国媒体报道 中共当局现在似乎决心寄希望于群体免疫 不过根据总部位于伦敦追踪香港秋季放开后情况的机构 Airfinity称 中国可能会有130万到210万人死亡 12月13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工作人员在微博发布消息 这两天殡仪馆的职工陆续的阳性 上班人员严重紧缺 又因为北京市近期死亡率上升 现在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在5到7天 遗体积存情况严重 另外 一位北京的市民在微博披露 父亲在家中过世 联系北京多家殡仪馆都说没有冷库 无法存放 拉到王府警医院太平间 结果也说没有地方 打电话报警 打热线电话都没有结果 市民抱怨说 这就是北京 人死了 没有地方放逗 我不能放在家里吧 而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也密集的发出复告 有知情人士公布清华内部校园网的多张海报列表截图 从12月1号到10号共发布了11条复告 平均每天超过1条 其中绝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 清华校方呼喊要守护好老同志的生命健康 上述消息引发了网民对中共躺平引起大量死亡的猜测 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里默克达德告诉彭博社说 一个月内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感染病例 两周之后会出现死亡病例 但自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说 超过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听起来挺吓人 但是他不认为躺平会导致超过百万人的死亡 他分析全社会能达到70%的人群被感染 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群体免疫 而中国70%的人群被感染大概是10亿 而如今新冠疫情比流感的死亡率还要低 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的论文 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大概是8.8万人 如果新冠死亡人数和流感相比差不多少 那么中国死亡人数应当在10万人上下 但是八成以上会是老人 张天亮教授认为 真正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对容易感染的人群进行保护 少出门或者是注射疫苗等等 但是也不能把14亿人禁足在家 何况他认为这种禁足造成民众不能直接就医的死亡率 并不比流感低 那么北京再发烧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呢 镜头下的北京是这样的 不仅是日本荷兰对出口先进芯片到中国最终改变态度 让中共措手不及头疼不已 日前介练发生的几件国际事件也令北京疲于应对焦头烂额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2月13日发生疑似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 喀布尔市中心的一家中国人经常光顾的酒店 周一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 塔利班当局称至少有三名枪手被安全部队打死 塔利班发言人称 有两名外国人在试图从酒店阳台跳下逃跑时受伤 路透社援引由意大利一家非营利组织运营的 喀布尔急救医院的消息称 袭击导致了21人伤亡 其中18人受伤 3人在送往医院时已经死亡 据报道 袭击发生在下午2点半左右 目击者听到了剧烈的爆炸的声音 随后枪声四起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 该酒店名为桂园酒店 由中国籍的个体经营者开办 该报道引述目击者称 枪战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期间发生了约十几次的爆炸 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是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周一晚上宣布 他们为该起事件负责 而袭击事件发生的一天之后 中共驻喀布尔大使馆的网站上 却没有刊登任何相关的消息 美国之音报道 北京试图淡化该酒店及其遇袭事件 和中国的关系 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 没有提到这家酒店是中国人常住的酒店 以及事件中是否有中国公民受伤 更没有提到前一天 中国大使和阿富汗副外长 就安全问题举行了会谈 报道说 自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中共越来越担心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的增强力量 并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 加上习近平刚刚和中东国家做交易 却引起了伊朗的大危不满 紧接着就发生了这个阿富汗攻击事件 有分析就说 中东是个火药桶 打破里面的平衡 就得充当里面的筹码 中共要掺和进去 估计以后也没有办法省心了 讲到伊朗和中共的关系 中共也陷入了麻烦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沙特阿拉伯 和参加中东国家的峰会 联合声明却惹了祸 伊朗方面借着他们发表的联合声明 涉及岛屿主权争议 趁机发泄不满 并召见了中共大使 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鉴于中共一向表面中立 实质支持伊朗的态度 估计也不想和伊朗这个小兄弟演变成为窝里斗 因此也表现得相当着急 12日派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赶快去灭火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打圆场表示 海河会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共的朋友 中方发展同双方关系都不针对第三方 汪文斌还提到 作为中共同伊朗关系传统友好的侧面回应 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当天出访伊朗 会对深化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平息 中印边境又传出了爆发冲突 印度军方12月12日表示 印度军队和中共军队在印度阿鲁纳切尔邦达旺县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双方都有士兵受轻伤 印度军方消息人士说 300多名中共士兵试图进入17000英尺的山顶 但没有料到印度军方做了很好的准备 因此被挫败 印度官员还说 中方的受伤人数比印度方面高得多 印度国会要求政府对中方挑衅采取严厉的行动 相较于印度国防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 中共却否认边界冲突事件 同样是王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 并要媒体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 王文斌说 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 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又说希望印中两方相向而行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 正如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日前所说的 中共近年来战狼外交已经适得其反 为缓解国内外的巨大问题 北京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求暂时的缓冲和平稳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